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记得在他当选前 我们先有私下见面 他跟我说 他宣布要搅着主席以后 突然律师可以专门思考一块 他说宣布参选党主席以后 变成百分之百的政治动物 24小时都要思考了 媒体也一样 其实媒体跟政治人物一样 都是24小时要思考的事情 英文叫做 Completely political animal 终于知道有道理吗 百分之百政治动物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说也要承担这样的责任 当然也要努力来做 对这个不是说 因为这个毕竟是 时代力量三年多来 因为四年 最近才四周年党庆 那就是说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继续的把它做好 现在时代力量有十几席的县市议员 16席 16席还有5席的立委 也就是在目前民建党国民党以外 第三大党 第三大的政治势力不可低估了 我们今天要谈非常多的议题 那当然我们要从这个目前的总统大选 立委选举 也就是很务实问题 党 党party 来自英文part 就是部分的意思 它部分 所以必须来纵观全局 我们现在看一段 蔡总统事实上 应该就拥有党内参选总统的门票了 请看 总统蔡英文率领国防部长 中科院院长和国内外厂商一起合照 由中科院计转的无线传输技术 Super Tyra 督步全球 蔡总统强打 居民合作提升国防产业 面对2020的连任之路 稳步前进 但这回副手要找谁 会是会场上同台的桃园市长 郑文灿吗 文灿配好吗 听到文灿配 蔡总统还特地转头找了郑文灿 但郑文灿赶紧摇摇手 由于日前风光访美进白宫 郑文灿声势扶腰之上 不只被点名当副手 甚至还有人问他是不是要选总统 我去美国是为了要增进台美之间的了解 那也做城市的交流 那我没有要选总统 那也没有要搭档 回来以后还是当市长 没有选总统 也没有要搭档 副总统郑文灿连忙否认 就怕消息一传再传 澄清不完 知彼知己百战百审 我们当然了解目前执政党的最新动向 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 会从国家认同独立功德 谈到公民社会 当然我也更重复 我要一再强调 这些司法金融税制 党产规定转移生意 这也是检验执政党 包括三年以来的一个 最好的标准之一 指标之一 然后因为 这本书刚出版明智天王 可以说日本近代史的权威著作 但是明智时代的日本人 用一句话 就是这位北海道大学 札访龙校的创设者 William Clarks一句话 Boys be ambitious 请拉近 Young men be ambitious 我们取取台湾人 明智维新的精神就是 明智人有企图心 有往外发展的国际观的决心 我希望台湾人 也许我们没做口号 但是我们要启动 台湾维新 同时呢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就是总统大选各种组合 民进党 国民党 第三势力 柯文哲市长的动向 包括韩国瑜市长的动向 以及陈永信医师建议的 郭备宏先生动向 都蛮不瘦迷的 我很快把相关的简报 把它做一个评估以后 请你点评 这是黄天宁先生 昨天在报纸上写的 民进党对不起太阳花 血印的青年 包括实在力量这些干部们都是 为什么 这里面特别提出 为什么多年前的 两岸监督条例 民进党执政三年都没有通过 他提出质疑 这是英国首相昨天又落败了 托表决落败了 然后他认为时间还没有到 能撑多久就是多久 我们就看礼拜六的立委补选结果 到时候我倒想问蔡总统 你能撑多久 还是之所进退 因为你把郭国文先生的胜败 包括赖清德先生的论述说 郭国文先生之败 台湾就败了 这个论述 英文叫PAC 订得定条条 这个论述是非常危险的 至少韩国瑜现象 林又昌市长说的 民进党很多执政的积怨 其实韩国瑜先生 只是掌握到那个情绪宣泄口 情绪宣泄 包括我们要众所谈的 巴辰你是律师 请你评论一下 为什么八成不信的法官 今天有一篇投书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这位庄家伟检察官 彰化地监署 他说检查体系即将中锋了 谁来急救 哎哟 连检察官都要找叶克某 有人说赶快送给台大医院 找叶医师 叫叶克某医师 这是互联会案放水的结果 叶金融部长放水 让孤元卓英潜逃海外 一把账车都烧了 那只好台北高档法院就申请示线 因为证据都没有怎么判呢 这我们尊敬的林峰镇主委说 他已经冻结830亿了 结果 我说怀疑233亿 我三审都败处 怀疑是国民党区 民政党关系 法官把酒给他够到 这是税法相关问题 你看希望平反税法228 这是民进党连他们的公投牌 都要丢在地上 都要脱钩 都要把神主牌的公投牌丢到垃圾浑化炉 来请综合评论 主席 这个刚刚说到这个司法改革的成效 就是说我自己是律师 那其实就是说我自己也 就是说觉得怎么讲 就是说我们很希望就是说 司法改革的步伐 能够大步卖钱 那你看今天又有一位谢志宏 他刚刚在那个台南 台南高分界裁定死刑案裁定再审 什么意思 弄错了 那你知道像这个状况 他已经在牢里面做过了14年或15年 那就是说台湾的司法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问题 那之前其实已经谈过了 也是时代力量一直以来的主张 就是陪审制 但是呢现在你看现在又三年多过去了 基本上陪审制这个东西 或者是所谓的人民参与审判 就是说我去美国的时候 很多台湾都觉得很自豪 因为他们成为陪审员 那参与这个美国司法的审判 那无形中就加强了这个社群的人的一种相信力 还有对这个社群的认同 你现在变成说这三年多过去了 但是现在还是就是说 面对是现在这样的状况 坦白讲就是说以这个职业法官 就是说台湾只能当法官来审判 这个基本上在世界上的这个法治国家里面 也已经非常非常罕见了 不管是英国的美国的陪审制 香港1845年开始有陪审制 已经百多年了 那包括欧陆的参审制 法官座中 变了两千多块钱的 或者之前日本 也是一样 韩国 就是说 所以这样的一个成效 当然我们是会觉得说 这个这个怎么会怎么会这样 刚刚大哥有讲到一个就是说 像两岸监入条例的问题 就是说实在力量是在太阳化学运之后 很多的这一个参与者所组成的这个政党 那在太阳化学运的时候最响亮的口号 就是说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不是让政治人物来救 而是说自己的国家自己要站出来自己救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实在力量 我们还是非常坚持 就是说 譬如说你在这个立委的宣户里面 这一次的选战里面 那你应该要广泛的提人选 没有错 很多地方出去的时候都被人家笑 你拳 你拳地名投的啦 你没招啦 你别拳啦 那但是呢 在2018的选战 我们可以看到 譬如说我们在苗栗推出了两个候选人 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之下 还是选上 那表示说台湾社会基本上对 这些年轻世代是有一些期待的 那跟大哥讲的这个 杂访大学的这个农校的校长一样 就是说你积极主动的去参与的话 基本上这个台湾社会应该还是会给你机会 好这就是威廉克拉克校长说的 我特别用这句话来期许我们的年轻人 我们的台湾年轻人要有雄心壮志 要信心希望爱心 这是邱主席送我的一本书了 台湾有念 我没帮你一个人 这是有点类似你的自传 对 我当然谢谢你今天 又把它提字 就是 这个阅读愉快 其实向大家学习 我们相互学习 这是你今天特别在送我的 就回到你这本书 我想你是一位人权律师 洪仲丘事件 就是他们的父母 洪仲丘的父母 现在找你开始的 所以你知道公平正义力量 你在台湾受到华学教育 得到律师证照 也在德国的海德巴大学 你深深知道西方 至少欧洲 文艺复兴德文主义的素养 把你的学养 把你的经历 我要请教你 时代力量主席 愿景目标是什么 利用这个机会 向海内外观众报告 这个部分 就像我的书名 我不会帮你一个人 其实这个想法 其实就是说 是一个 应该是说 社会性的概念 我希望时代力量 或者是说 我们期待的时代力量 应该是一个 不是说把这个弱的 然后比如说 比较弱势者 然后遗弃的 这种政党 而是说 基本上它是应该 是一个社会性的 也就是说 像德国的社民党 或者是比较左翼的 这种 这个中间偏左的 这个社会民主的政党一样 就是说 比较能够有包容的 然后比较能够 就是说 在弱势者需要帮助的时候 能够伸出援手的 然后国家扮演一个角色 就是说 今天是劳工 农民 渔民 然后这些弱势者 然后给予真正的支持的 不是站在 就是说 大好业人 还是财团 还是说 这个大企业组的 这一方的 我们所期待的 这个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其实我自己跟我们的 这个同仁的说法的时候 我也是说 你不要一直留在台北 或者是说在办公室里面 你要走出去看 你走出去接触农民 走出去接触劳工 走出去接触真正的社会 社会弱势者 那也许在这个社会上 真的有 有我们可以帮忙的地方 那你真正的 接触这个草根 这个草根的台湾社会 你才能够了解这个 社会的这个脉动 你才能够知道说 有什么地方是 你应该去处理的 所以 就是说 我是非常鼓励大家 去勇于行动 勇于行动 也就是在看这张图片 北海盗大学 特别为这个 威廉克拉克校长 留下一个雕像 Boys be ambitious 我希望我们的台湾年轻人 年轻人 你要有雄心壮志 你要有信心 爱心希望 做你三个 永远不会被剥夺的 核心价值 正如我昨天特别 引用杜鲁门总统的话 他是以价值信仰领导国家 我期许 目前的国民党 和民进党 当然我们也肯定 他的建制 建制派体制内 但是我更期许 有更多的新兴政党 代表年轻人的 在野的声音 我们再看一段有关国民党的 当然是党内出选的影片以后 当然 世代力量 他势必面对 有公投的问题 立委 有区域跟部分区 乃至总统大军问题 等一下分别请教你 请看 美光灯前 多次握手 争取代表国民党 选总统的王金平 特地邀新党党主席 郁慕铭 到立院办公室会面 难道是想拉拢 深蓝选民的支持 消除过去 蓝皮绿谷的形象 不过总是要 借这个机会 也要拜托他 我们人还是 非常好的弟兄 所以他来看我 也是很平常的事 你支持王林党 选择后 不是 我想我这样说了 这是国民党的家务事 王林党两岸主张 说得很清楚 他不是今天说 他上个会期 前个会期在立法院 都不是公开的咨询稿吗 依据国民党家务事 让气氛降到冰点 郁慕铭不表态是否相挺 站在旁边的王金平 一脸尴尬 两人会后 联访都还没结束 王金平就以赶行程为由 从镜头前快步离开 当主席吴敦毅 不想评论党内对手的一举一动 倒是说提名之前 万分之一的机会 也要把握 被解读是在为 征召韩国瑜铺路 王金平还是老话一句 主席怎么做我们尊重 尤其规则应该讲得差不多了吧 听到征召两个字 王金平略显不耐 不过前篮委蔡政员 倒是抛出韩王沛 还说国民党想重返执政 只有一个组合 韩国瑜选总统 王金平选副总统 请不要再问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不会当副手 也不会留在立法院 我就是参选2020年中华民国总统到底 谢谢 沈宁洁铁强调选到底 尽管总统路走的坎坷 也绝不屈居第二 好我们分别披露了 民进党跟国民党 他们的总统出选问题 我们等一下会请教实例 就是先请教书主席 当然最主要是我们先谈立委 立委必须不分区立委 以及区域立委至少实习 你的规划请 就是说我们最区 现在可能是先处理区立委的部分 因为我们三月 我们这个月就会组成一个选对会 来讨论这个区域的立委的提名 然后跟就是说如果有发生 比如说跟我们价值理念相同的 这个政党 其他政党候选人的时候 要怎么处理的问题 那其实大家有共识 就像刚刚大哥讲的 这个北海道农校的校长 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希望说 能够广泛的提名 尤其是在一些艰困的选区 就是说不怕艰苦 你如果觉得说 这个事情是很艰苦的 都没错 那基本上就是说 你基本上也不够尊重选民 我们就是希望说 比如说在苗栗 比如说在很多很艰困的地方 那年轻人就是去那边耕耘 然后去那边 这个努力的寻求突破 所以第一个阶段 我们会广泛的提名 希望在 就是说 让人数可以变多 广泛是每个县市都有 至少 当然就是说 或是每个选区都有 对 希望能够 希望能够 有这样的目标 比如说 县市还是区 应该是说每个县市 希望至少 能够有这样的目标 但是每个区 当然就是说 你的能量 每个选区 每个选区 73个选区 但是你能量有限 所以这个还要再评估 基本上就是说 也希望能够找到 真的适合的人才 那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说 今天 实在力量虽然是一个小党 没有错 然后成立才四年 等于是说 你今天 在2020的选战里面 我常讲是说 你骑摩车出来的时候 你左边看一下一台汽车 你右边看又一台汽车 你就觉得说 怎么这样 我们就开始 开始催的时候 对吧 你可能是哈雷重鸡 对 所以 所以这就是说 你有缺点 你缺点就是说 你的资源不够 但是你看 现在确实 大家会担心 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 跟民进党的选战 都花非常多钱 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 在新竹的选战的时候 不管是柯总召 或是国民党候选人 那看板就是非常非常多 就是说很多的 选立委至少每个一亿起跳 一亿新台币起跳 没有错吧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当然你骑摩车出来的时候 你看到你就怕到 怎么环顾四周 新竹火车站里面 没有你的一块看板 那你就很心慌 但是这个状况就是说 你有买户在这里 但是你的好处是什么 你的好处是说 今天如果有一个 真的很优秀的人才 国民两党 他不一定以这个因素来考量 他有可能考量说 他的后面的资金够不够 或者是说 他有一些派系的考量 但是对像时代力量 这样的党 这都不是问题 你的考量就只有一样 就是人才 你是不是一个 很好的人才 你如果是一个 很好的人才的位 马上通过选对会 马上就提名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因为事实上在这个选战里面 人才是重中之重 说实话 你说 假设国民党有一个 民进党有一个 时代力量有一个 第三四季有一个的时候 基本上就在比较说 哪一个候选人才是最优秀的人才 最适合进入国会里面 我能问问是不是 随时欢迎外界的人是 以时代力量 当然 优秀人才 以时代力量 或者是友军 你也可以 借壳上市可以吗 当然就是说 借壳上市就是 我不加入时代力量 但是我仍然跟你们策略 你们可以吗 这个也可以再谈 那我跟大哥报告 就是说 太阳化学运之后 我们有 就是说 在台湾社会上 有很多的 就是说 不少的小党 像时代力量 像社民党 像欧巴桑联盟 还有绿党 还有绿党 基本上我的态度就是说 因为我们三月的时候 有个三月九号 有个党庆 党庆完之后 现在处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党部主委的问题 之后 我会尽我的一切可能性 非常非常努力的 去给大家看我 非常好 就是说 相同价值的 这一些政党候选人 我一个一个去 很有诚意的去找他们谈 我能不能直率问 那么就是 跟台派 就是以台湾国家认同为主的 这个党派 来做一种成为联盟 当然 就是说 在这种相同价值的理念的状况之下 很有诚意的去跟大家谈说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合作机会 我觉得说 大哥也非常喜欢这日本的历史 我看到日本历史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 这个长洲藩 跟萨摩藩 萨长联盟 萨长联盟 杀了头破血流的时候 来自屠左的一个小子 这个萨摩藩六马 就能够把他们促成合作 然后推倒了幕府 所以基本上很困难 很困难的事情 也是有得好处理 就是说我自己的话 我会带着一个非常大的诚意 来跟大家来讨论 这个历史太好了 就是在明治天皇 这个正式 其实就是1868年 之前就是 屠左皇 版本龙马 推动了 萨摩藩 长洲环 萨长联盟 能够合作 推倒了 倒幕运动 我这个例子非常好 那他在那一个 他所谓的新内阁人士里面 他写了 他没有他自己的名字 所以这其实是很令人尊敬 如果喜欢历史的人 会觉得说 这样才有办法做事 其实在明治政府的时候 各个反而都推荐人 其实大家本来希望 这个西乡人生担任首席参议 是 他说有两个人 一定要进来做参议 参议就类似现在的政务委员 他说有两个人一定要进来 因为就大酒保利通 默默笑语 如果他们不进来 我就不做参议 是 凶惊 凶惊 这个胸襟 这个我要特别 木木石的这一段历史 就是大家都放下自己成见 为了国家 会非常好 还有不分区立委提名 那你们怎么让他 因为不分区立委就是门面 说门神未必通 就是一看盘云就很亮丽 很漂亮 有什么想法 不分区立委 不分区立委又涉及到了这个 这个也是重中之重 因为上一次的实例的政党票是七十四万票 所以等于是说七十四万票有两席的部分区的空间 那这一次呢 其实我的任务里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 就是说那个不分区的这个政党票 就是第二票的部分一定要成长 目前多少 目前 就是说上一次就七十四万票 百分比 百分比大概百分之六 那超过百分之五门槛 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 所以你们有总统大选的提名的门槛 是 没错 是的 所以这一次势必一定要提高 提高之后 就是说基本上 就是说部分区的人选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比如说业因算 这样我从我从我上次讲的就是说 很多我的当事人就跟我讲说 你做立委 或是说做冠犯的人 不要有三抹气 就是一个贵气 这个很重要 所以就是说 人民的观感是什么 他是不是进去 国会里面是谋大家的福利呢 谋整个台湾的这个福利呢 还是说谋自己的失利 我最近看了一本童书 我真的非常感动 就是南美的一个小国 叫乌拉圭的总统 最穷的这个总统 的爷爷说故事 就是说这个人当总统 他把九成的薪水捐出来 然后他也没去住总统官邸 他自己跟他的太太住在一个 就是非常不好的房子 而且还自己种菜 还自己种菜 然后就是说 他还开了一台破车三十几年 我觉得这是一个 能够自律 或者是说 他能够这个 他其实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话 我真的非常感动 他说当总统还是要跟平凡人一样生活 要思考这句话不简单 对 真的不简单 李副总统说 他做了八年副总统 从他的仁爱路的官邸 要走到对面的空军总司令部 他跟我说 他不知道怎么走过去 因为都随乎习惯了 对 就是说 你可能做了多年的总统以后 连走路都不会走 红利灯都不会走 是不是这个意思 要过平凡的生活 所以我认为说 大哥讲到这个部分区的问题 我自己的设想也是这样 我觉得你就是说 不管你做什么职位 你基本上你要时时刻刻的想到说 我要过平凡人的生活 我要用平凡人的眼光 去看待这个世界 比如说你当然你也可以随乎 前后处勇有的 但是你也可以过着一个平凡人的生活 然后让你的初心不要改变 我觉得这个部分很重要 所以就是说 我们将来玄队会组成之后 基本上我的任务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就是说什么样的人进入到国会里面 那这个一般的这个选民 看到之后会觉得说 我给你支持 你真的可以说出我的事吗 你真的可以代替我们 在这个国会里面发声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我请教你 这是我做的板子 其实这是去年选后 11月25号做到现在没改变 民进党应该就是蔡总统的门票 应该党内无人敢英其风 当然后天要选举 到底胜负如何我也不自评 因为我们也不要暗示或明示什么 那国民党其实就是无王族的问题 应该是这三者出其一 但是因为又有韩国瑜的征兆之说 所以还是充满着疑问句 他也引用我了 他说我就是第三势力的车文哲市长 参选一波 因为他目前要到美国访问 所以动向未明 倒是昨天这个陈永兴医师建议说 如果王金明觉得党内游戏规则不公平 干脆托党参选 找柯文哲当副手 玩柯佩 我不知道王院长或柯市长会什么异象 至少陈永兴医师建议 那陈永兴医师直接建议郭沛勇参选 他就是以喜乐岛联盟 因为他只有两条路 一个是比如说目前只有四个门票 国民党民进党 清明党跟时代力量 或者他当然不可能找这个 我是指郭先生不会找清明党 有可能找时代力量征兆 或者是连署28万票 这是这个说法 我想了解 那么时代力量对总统大选的政务人选 是你们有自己人选 还是开放态度 还是要在选举对社会文会来 广征大家的意见 你自己的看法怎么样 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大哥讲的没有错 时代力量是可以 因为上次政党票是可以推政副总统的候选人 那基本上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说 我们三月要组成一个选对会 那目前党内基本上 今天也三月十四号 今天也三月十四号 大概什么时候 这样的讨论 比如说有这个潜在的候选人 或者是说在这个选区里面 各地方 因为我最近常 最近就是说 密集的去拜访地方党部 我昨天在台中 今天在桃园 请问你们在各县市都已经有党部吗 有13个地方有党部 所以还没有完全有 所以对 但是这样已经非常吃力了 我现在走过一周 走过一半 所以你党主席要承担党的预算 会用 当然 你要全部承担 所以我基本上你讲的这个就是说 我基本上是一个 缺帝 我是一个很节俭的人 我不希望大家乱花钱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 吴敦毅主席 每个月要募三千万新台币 至少要公开这样讲 对 其实你的压力也不会 我现在 至少十分之一三百万就很大了 因为因为这个选战 所以我现在三月一号上任之后 我已经上个礼拜 我已经达成一个非常 也非常感谢我们党内的支持 已经缩减了预算四分之一 就是每个地方党部 加中央 都砍四分之一的预算 薪水也砍 把他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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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先砍下来 砍下来之后 就是我要叫大家 砍在开 我要叫大家砍在开 那2020这个选战 预计也一定要花钱 那就是说我们很节省很节省的使用 然后把正确的人摆在正确的位置上面 然后去让他推上去 就是说你如果是你如果是好人的位 你怎么都没关系 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穷的人 比较穷的政党 我要怎么把这个资源 放在一个最有效率的地方 然后推这个人上去 我懂了 对 美国愿意说要正确的人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决定 是 那立委我想一定如此 至少13个党部开始运作了 那我就问那总统里面 你们是自派人选 还是征求 对 征求跟社会贤达合作 或者跟其他的台派 大家来共同来推举 你有什么想 初步想法是什么 应该是说总统这一局 我基本上比较少在党内听到说 真的要自推人选的声音 但是基本上 这个还是要到选队会来 里面讨论 那你主席个人的想法 个人想法是什么 我基本上 应该是这样讲 将来我不一定是在 那个选队会里面 主席李英文选队会的招委 有个人是党秘书长 因为基本上 我有太多 我可能要比较 我比较习惯的是说 我能够真的到各个地方去 或者是说我将来要 到各个地方去 请问秘书长人选已经产生了 秘书长产生的就是陈梦秀律师 就是小灯泡案的那个附模委任律师 所以已经在运作了 是对 总统这一局 当然也要 也要很仔细的去思考 怎么样做 对整个台湾是最好的 你你是思考这问题 从对台湾有利 我刚才也就是说 就是说像那个木默的这种 萨克摩罗六马这种想法 就是说我促成一个 一个萨虫头猛料 你就扮演版本龙马的角色就可以了 不是说 我们不敢这样说了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时时刻刻想的就是说 要怎么做 对整个台湾是最有利的 我能不能推荐你去拜访一位好不好 他是 版本龙马的头号粉丝 真的 李登位前总统 真的 OK 因为我看到 因为我是留德了 但是我留学德国 但是我看到这个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很震撼 很感动 这样 我把联系电话给你 我觉得他会从晚上跟你谈 四五小时好好来跟你谈版本龙马的故事 他有非常多的思考 他是版本龙马的头号粉丝 是 好 那么我们就暂时不要说特定人选说 你理想中的 至少你个人 作为时代力量主席 你理想中的正副总统人选 那几个条件 能不能让大家知道 好 你自己的意见就可以了 大哥我就跟你 我跟你报告就是说 我 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我理想中的那个条件应该就是 那个什么巴拉圭的总统 好 真的 我希望 我希望总统 还是可以用一般人民 过一般人民的生活 开着三十年的破车 薪水都几乎不挠 然后在后院种菜 然后种菜还送自己送去给 给那个比较穷的人 那本专记非常有名 那他的官邸还给一些流浪汉住 就是说 我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证件蛮有诉求的 我觉得是要有一个公的概念 那是一个公子 那不是说 我们就是变成功取得一个职位 可以变成 我觉得那个乌拉圭总统 我觉得很感动 这个证件我同意 把就是那个重庆南路二端那个叫什么 有个代号我不知道 就是说那管理变成给至少给那些 至少让台北车站那些睡在台北车站的 在纸箱里面的人去那边睡 是 这个是会被国际新闻大头条 那我觉得那个乌拉圭总统他虽然是个小国 但是呢 好 全世界都觉得这个很感动 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现在一般的政治人物 离一般人民很远 那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比如说像挪威的总理是坐地铁上班 像帝国的总理 这个六日的时候 他会去买东西的主菜 如果下任时代力量推举了总统 就要骑U-bike 或走路 我真的基本上觉得说 你要用 你要跟一般人民一起生活 然后用一般人的眼光 我们希望一位接地气的 而不是坐在新竹市的路边 喝珍珠奶茶那种 坐在路边算珍珠奶茶 或点那个炸鸡 那不是接地气 时时刻刻你要想到 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国家的 比如说做总统的人 暂时的管理 英文president就是坐在前面 president就是首席的意思 然后如果我引用你最熟悉的 德国社会学家 马克斯韦伯 韦伯的话 专业热情判断力责任感 台湾如果换在台湾 热情判断力责任感 你把它引述 总统候选人请 我很难去讲这个事 不过你刚才讲的 韦伯论书最好 韦伯的想法里面 按照韦伯的这种标准 其实在台湾过去 有一个总统 真的是有达 我觉得有达到这个标准 就是李登辉 我觉得基本上 李登辉是非常专注 也非常的热情 所以在我读大学 90年代的时候 确实到2000年政党轮替 我觉得是有完成 很多样的改革 包括国会的全面改选 包括总统大选 总统直选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 从哪里看得出来 就是说 当他做了一个改革之后 你会发现 往后的20年 像总统大选 像国会改革 像国会 没有人有办法再把它改回来 因为表示说什么 表示那个正当性 那个 Ligitimation 就是Cashmitt讲的 那个Ligitimation 是非常非常 正当性 是非常强的 那我觉得 当然就是说 这个就是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那筛力量基本上是一个 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非常努力的 希望能够扩张 这个席次也好 政党票也好的 一群年轻世代 所以还是 有很长远的时间要努力 李登辉最推崇的一本书 叫做 《不戏的武士道》 作者叫 《新都户道兆》 《新都户道兆》 就是杂仿龙校 威廉·克拉克 所教的第一届学生 所以 我只要举着 William Crack 或《新都户道兆》 或《版本龙马》 李总统 因为他每天看我们这节目 他没这就赶紧了 他应该乐于 跟你分享日本史 怎么跟台派 当然你绝对不会 跟统派合作 这个非常清楚 对 当然台派也许 也应该包括民进党 但是毕竟你是 你在义党 你不可能跟民进党合作 也许在某些立委 大家来协调 但是我们换成说 国民党民进党以外的台派 就是认同台湾 就是我这个节目 我这个节目的主则 请看 就是以台湾作为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到台湾 我们就用认同台湾 就是国家认同 除了国民党民进党以外 你刚刚说你要做整合 或者一起来整合 你有什么想法 大哥问到这个 我小时候 我们家在牙背 然后就有很多 像是狄赛 之类的 然后他有一个 布袋 整个有布袋 布袋有人在这儿 我常常在跟我阿嬷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天布袋 那我基本上是觉得这种想法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应该做一个拿着针跟线 这个也听起来 一直把它变大 对对对 对对 而不是说做一个剪刀 今天我看到你 福大哥有这个百分之九十九的立场跟我一样 百分之一不一样 我就把你剪出去 你做加刀的 你加到最后就像我自己一个人 独孤独的人生 我先告 问题是现在 我们台湾人 开始在企业处加布袋 对 所以你觉得问题严不严重 对 企业处加布袋 基本上就是说 理通中国 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困扰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 这种统促党什么 有的不的 像苗栗也有 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要尽力 就像我刚刚讲 应该要尽力 你拿一支尖 然后针线 这个比例非常好 然后听起来 这样的话 慢慢的这个 整个台湾就会比较团结 我就直接问 能不能召开一个 台派的整合的策略会议 或是一个 至少一个会议形式 有可能吗 有可能 因为你有门槛 因为你毕竟你有中 在两党以外 国民党民党以外 你有一个门 因为你有门槛 是是 有门票 你有百分之六到七的门票 是 官媒会比较大声 对 应该是说 尽力一切的可能 当然就是说 要怎么做 对大家 对一些长辈 或者是做一些 这个吉他的政党 较舒服的方式 然后塞力量 是做一个第三势力 但是我们是 在第三势力里面 可能是相对来说 较大的洞 有些席次 这还是很小的力量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 人跟人中间都是互相的 要互相尊重 那 不是说认为说 你今天你的席次 你的票好像比较少 然后这不是这样子 这个加成的效应加起来 不是说 譬如说 譬如说 74万票 加上10万票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看的 但是大家 外界在看待你的时候 会觉得说 大家有点好 然后共同价值的理念的人 然后一起去努力这样 西方历史加形容 你刚提到的 不管是土左帆 沙文帆 长州帆 他们整合起来 The Frontier Stract Center 边陲击打中央 竟然倒幕 建立这个新政府 真的 这就是边陲击打中央 对 我们去年六月 我们这个广播电视的 我们的社会团队去 沙漠环剧文化考察 真的 你到了那个西湘龙盛 退隐的地方 是 一个叫指数 是 我走一走 又老又穷 OK 三天有几个就 OK 人家也是建立民治政府 是 是 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这很大的鼓舞 怎么分析目前的台湾内外形势 包括两岸关系 来做结论请 你来看 我一直跟我说 譬如现在的美中贸易战 那就是说台湾处在一个 应该是说美中 这个美中日中间 现在当然就是说 有一些人也提出说 台日安保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自己觉得跟 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 我经常去一个国家 叫卢森堡 那德法之间 德法英中间夾了卢森堡 夾了这个比利时 夾了荷兰 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过去这些地方可能没什么重要 而且就是说 大家在国打法国的时候 都由比利时过 比利时也是有过倒霉 但是你看现在欧盟的中心 布鲁塞尔 比利时首都 然后卢森堡 欧盟的伦子国主席 通常都是卢森堡出身的 这个三十万的小人国 出身的总理 或者是他的政治任务 等于是说 欧洲政治的中心 变成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台湾也是同样 台湾作为美中日中间 事实上我觉得是一个有很好的扮演的角色 他就像看来 哇 美中贸易战 或者是说这个日本 然后又加进来 整个觉得说 是不是有点这个边缘的感觉 可是同样的 如果把这个角色扮演好的时候 他会是一个欧洲的这个布鲁塞尔 或者说比利时的这个卢森堡 这样的想法 那我基本上对这样的两岸的局势 我基本上我自己会认为说 其实在台湾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竞争 今天就是说你能 像我美国也同样 美国当我到矽谷 当我到这个西雅图 当我到整个世界的人材 都坐在那里 所以难怪这个国家强大 当这个德国战后的这个总理 那个Schmidt曾经就讲过说 哇 当他战后的时候 他打了八年的仗 他去美国的时候 他在他叔叔的家里的时候 他吓一跳 因为他是犹太人 他想说哇 美国这个国家怎么这么富裕 然后所有的这个人才 犹太人 都被德国人赶走 然后跑到美国去 所以我觉得台湾基本上在整个亚洲 或者是这样两岸情绪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才的培养 还有人才的这个培育 跟人才的吸引 好 对 美国一个历史家叫做泰勒 他说美国是边疆史冠 就人才不断的往边疆挺进 从北美十三州继续往西 对 然后到了加州太平洋 他们继续太平洋 到阿拉斯加 到夏威夷 到亚洲 到全世界 对 就是这个边疆史冠 是 台湾人要具备这个 是 那怎么样吸引人才 人才 你刚刚讲到戏谷 如果各位去戏谷参观 戏谷都是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在打拼 真的真的 到处创业的公司 喜欢放假的台湾年轻人 美国年轻人一天工作可是15小时 至少在戏谷 我自己有子弟 我非常了解他们工作 一天工作15小时 回家也得继续工作 是 这就是人才竞争力的原因 而不是期待休假而已 保持竞争力 我买给你一个人 孤单 这是他自己写的书 我也同时介绍 影响日本现代化的明智精神 这本传记 其实就是 年轻人 你要有企图心 我特别介绍这本最新的一本 我们重新了解 其实台湾也受到明智维新影响 到现在在影响 特别作为延伸阅读之用 1867到1912 明智天王在为40多年期间 日本从一个保守排外的封建国家 成为君主立宪的现代大国 为日本帝国的崛起奠定更新 作为近代第一位 走出宫廷寻衅全国 接见外国使节并放眼国际的天堂 明智在这些重大的决策背后 究竟是听从大臣百步的傀儡 还是财略兼备的明君呢 面临新时代带来的众多挑战和机翼 他又是如何排除万难 成为备受后世 称颂的伟大统治者呢 其实就是李宏秀的最好的条件 感谢这个周主席 未来我会邀请您的代议室 以及主席来现身说话 继续暢论 谢谢 谢谢吴大师